这个台湾开放了大陆观光客之后呢 有许多类似的这个不愉快的纠纷 其中这位陆客指控 当时他们被带到了高雄市有家 专门做陆客生意的珠宝店 不过当时他们不想买东西 而这些店员呢可能不知道 他们听得懂台语 于是呢用台语高喊说 不要让这些大陆人出去把门关起来 等于是强迫他们购买 这些大陆观光客把这个不愉快的经验 PO在微博上 而业者今天也有所解释 遭到陆客指控强迫购买的 就是这间位陆观市中山路上的珠宝店 专门做大陆游客的生意 每天都有一堆的游览车 在陆客到这里购买 之前有听导游说 好像别的在他们那边 有别家旅行社也是在那边说 好像他们把客人关起来 别家旅行社导游就跟他们吵 如果这发生在我们家 我们一定会反应 或者是拒绝再进这家公司 因为这样对客人不好 因为一名陆客跟团到台湾游玩 18号上午一行人到珠宝店购买 没想一开始销售人员用闽南语说 他们以为他们听不懂 甚至有部分游客不想买东西 问服务员出口在哪 对方的奖基建想起了闽南语说 不要开门给这些大陆人出去 让他们气炸了 来到这边就觉得模式是一样 因为我们是转团进团出 你要一整团进来一整团出去 要等导游点数 点数要几个人头 因为他们有时候出去 打避免偷东西 我们之前就是有客人偷过东西 陆客气的将过程详细po在微博上 批评珠宝店是黑社会好恐怖 业者强调没有强迫购买 而是让陆客团进团出比较好管理 双方认知不同 引发争议 让台湾的观光形象受创 纯损成功美容月方 高雄报道 高雄报道